这是应对的策略 因为我家的S是批入金融账户的信息 它不包括公共产 因此投资海外房地产是可以避免信息被申报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CRS 这个新闻到底什么意思啊 首先我说一下CRS是个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不知道CRS是什么 通用申报准则 它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推出的一款全球性的征税投标 正在通过各国之间交换税收居民的金融账户 提高税收把实际化全球征税 然后主要受影响人群大家看一下 非中国税收和中国税收居民 要的策略是什么呢 然后投资的海外房产是应对策略的 因为S是披露金融账户的信息 它不包括公共产 因此投资海外房地产是可以避免信息被申报的 比如说你现在开家公司 你这个里面你就要开始要交税了 但是你如果是买了房产 不会偷路那么也就不会被申报 也就不会要求强制交税 这个CRS呢 中国是在2017年的9月份就已加入了 2018年就已开始证实着 全球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加入进去了 包括阿联球 中国阿联球印度最第一踢队的 而且阿联系里面是没有美国的 和国独立的一份系统